记者严宏俊彰化报道,国立园林农工学生参加全国农工商家台舞大类技艺竞赛,技艺竞赛,抱回五座金手奖,其中三名金手奖选手还没走出会场,毕业的工作就已到手,只是他们都想选择升学。 获得金手奖的三人分别是陈一祥,洪玉婷,柯婉柔,邀请他们毕业后上班的都是规模颇大的农企业,起薪在两万六千元上下,献煞许多同学,但三人都说对于农业专科,他们已经读出兴趣,想一股做气,读到科大,甚至拿到硕士,在想未来就业。 校长林玉婷说,早年农业很没有保障,收入低,但现在科技农业当道,台湾正走向农业转型之路,农工毕业的学生出路很多。 他说,学生们大得出身农业家庭,学的农业专长,可以到公司上班,也可回到家里,利用所长帮家里的农业转型,但前提是要在高职三年内定定兼职的基础。 获金首长的柯婉柔为食品加工科学生,他说在前重刺一个月,几乎都是请工价在练习,不过自己个性比较急,因此要从一次次演练抓节奏克服,但目标前三名未达到人是遗憾,未来想当食品检验时,因此会放弃企业育品,继续征学。 此外,或农场经营金首长第三名的陈奕祥,或造员景观金首长第四名的洪玉婷,也都或企业预聘资格,不过两人也都表示会继续生学。 写